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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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樣一個老舊工業區裡面的 這樣蓋一個石化廠 它竟然是不用還 它端端梯啦 它都背裡我們的村來 我不會背啊 這個地方呢是我們今天 要來遞交公民告知書的 這個葉陽案的預定地 那這裡呢是高雄 小港區 西南邊 大陵埔邊邊這個叫鳳鼻頭的社區 這個社區這裡有一個國小 叫做鳳鳴國小 我們都知道許錯分校有60幾個孩子 這裡有120個小朋友 還在這邊就讀 那我們今天來這裡做什麼呢 我們為什麼要遞交這個公民告知書呢 是因為就在這個國小的旁邊 只有200多公尺的地方 居然就是一個所謂的高質化石化廠的 開發案的預定地 我們小朋友念書的國小 這一些國小我們200公尺遠是什麼 可能是公園 可能是超商 但這裡卻是一個可能有致癌物質 可能影響我們的健康 甚至於是這麼近的距離 完全沒有任何機會 讓大家逃生如果公安意外的話 這些自來物到底會有多少量 我們不知道 因為我們沒有任何的資訊 因為它也不用經過環評 只是因為它在這個所謂的 林海工業區裡面 林海工業區是什麼樣的工業區 其實高雄最大的工業區 有1560公頃 問題是這個工業區非常的老舊 這個工業區 它是沒有經過環評 因為這裡的社區的學生 小朋友家長 這裡的居民完全不知道 這個石化廠會帶給他們健康 多大的傷害 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們今天遞出公民告知書 我們希望環保署要有所作為 這樣子的案子必須要環評 我代表我們家長會 跟120個小學生 我們堅決反對 葉陽石化 再繼續設置在大林土工業區 反正我們就是堅決反對到底 因為我們那邊的 其實我們那邊的 空氣汙染已經飽和了啦 環保局長他自己也承認 他那邊的工廠 排放量已經超過飽和了 所以汙染是特別嚴重 那他也沒辦法 因為他們都是照著環保 那本環保法規 但是你現在既然 那個汙染量已經飽和了 那你就不應該再多任何的工廠 任何的開發 那我們 我們公民國小有一個 現在最新的一個歌 我們來台語歌 叫做 故鄉的南風 煙塘都天 噴了一雷飛 鄉的東來 四街黑白背 鹹山的氣味 咬笑 氣空咬不餓 這就是我們那邊小孩子的心聲 我家門前有木槽 旁邊有石花廠 原廠實在有哥哥 不要再增加 葉陽廠這樣的一個中間化石原料的工廠 它是被列在哪裡 跟各位報告 它同時在副表一 也在副表二 兩者之間唯一區別的要件就是 如果今天這個中間化石原料工廠 它是在園區外的話呢 它就在副表一 也就是一定要去進行還品 如果它是屬於在園區內 在工業園區內的話呢 它就是在副表二 就是它的開發面積要達到十公頃 才需要去進行還品 基本的一個區分是這樣子 因此 以現今眼前的狀況 我們可以看到葉陽公司所在對外宣稱的就是 因為他們的開發面積只有九點二公頃 沒有到十公頃 因此他們就不需要去進行還品 藍色區這一塊空地跟紅色區這一塊土地 都是同屬於一家公司 叫做中油公司 那麼中油公司是誰 中油公司就是葉陽公司的母公司 而這一塊藍色區域的一個空地呢 經過我們去調閱他們一個二類的一個成本 他們是在去年才被分割出來 這一塊藍色區域的空地加上紅色區域 現在葉陽的一個預定地 兩者加起來其實正好超過十公頃 但是這一塊藍色的一個空地被切割出來之後呢 剛好開發面積又稍微低於十公頃 因此我們其實在這邊要提出一個嚴正的一個質疑 今天不需要去經過還品的理由 是不是因為藉由這樣一個土地分割的一個方式 而去進行規避呢 只要你開發行為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餘的話 你就一律要去實施還品 因此環保署在制定什麼樣的一個開發行為 要去進行環評的認定標準的時候 就必須要去嚴格的遵守這樣的一個補法的一個授權意志 即便是在現狀的一個情況之下 以鳳鼻頭社區乃至於整個小港地區 在罹患呼吸道疾病跟心血管疾病 依照健康風險過去已經發表健康風險評估報告顯示出來的一個數據 小港區的一個居民罹患心血管疾病 以及呼吸道疾病的一個比率 是比其他的一個地區要高兩倍以上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一個新的石化工廠設進來 它究竟會排放出多少量的一個致癌物質 以及對於現在已經非常糟糕的一個環境現況 它會進一步帶來什麼樣的一個負面的一個影響 這一件事情正是我們一而再再三會 要求呼籲一定要去進行環評的一個必要性 跟破切性的一個所在 地球公民基金會已經在11月2號 向高雄市環保局提出了這個 也是一個公民告知 要求高雄市環保局應該要將頁陽石化相關的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許可的申請資料 公開在指定的網站上供民眾來陳述意見 並且依據民眾的意見來做成這個 他申請許可的一個參考依據 來保障人民對於資訊環境資訊資的權利 以及這個人民參與環境相關程序的一個決策的權利 我們收 sac啊 夫長 minimum規格上次 夫長出來了 夫長出來了 不好意思 Stark出來了 抱歉我真信 我們抱歉我表情 rebellion 對 我們鐘哥鐘哥開心 沒東西 我們那邊有120條人命 小學生喔 他們還在長大 他們每天就吸那些毒氣 鳳鳴佛曉 這個學校兩百多公尺的旁邊 竟然不用環評 越陽不環評 環境不正義 越陽不環評 環境不正義 這個案子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我們要看 要用調查一些資料來看 我們會進一步來處理 我們可能是可以肯定的 當然這個 中績處理在場 我們會請中績處理 我們會再去詳細地在更加整個內部的情侶 幫我們做完整的事 非常謝謝各位 今天很抱歉就全部把你們打到最後 讓各位等了一些時間 那就謝謝你們 還有世界有多麼的各位 謝謝主秘